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自回归以来 外国势力一直借香港向中国施压 包括介入多次示威和社会冲突 又说至今也不认为推动修订逃犯条例有做错 港区国安法实施后 德国政府说是侵犯了香港自由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一个英文电台节目 说在国家支持下 本港股市、楼市、文化和科技等都蓬勃发展 批评是外部势力自香港回归以来 借以压制中国发展 这会不会发生过夜 你们相信我们在2019年开始在2019年开始吗 这开始从结婚后 整个社会,包括香港政府 在我的程度说我们并不够敏感 我们并不明白 我们意识到这并不单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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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动 她又提到回归之后出生的青年 对国家有强烈反感 可见是外部势力影响 为何这些年轻人 拥有这种反共产党的感觉 为何在2019年 反共产党的批评论 都会有这些材料 这些材料 这些材料 都会供给予他们 林郑月娥重申 前年修订逃犯条例 没有做错 之后的反修例冲突 需要警方执法 不认同是利用警方做政治工具 警察也不应该被针对 林郑月娥又说香港正是进入新时代 当局会重新检视现有政策 包括加强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 以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全面落实 无线电视记者 邓文航报道